今天我们看到 星岛头版说港人港地政策就肖肖国子 当然有点点 当年的董建华说八万五都没了 被人骂说为什么那些东西 静悄悄思思缩缩的 拔走了 没了港人港地 但是其实想深一层 其实都有必要去各自港人港地政策 还有要地政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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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首先先讲回政策本身 其实双辣椒都有它的成效 楼市似乎都真的稳定了 凉了一点 所以还需要不需要港人港地政策 就会成疑的 有个问号 最重要是利用双辣椒 在一个全港性的政策的时候 市场的讯息是比较清楚的 你用港人港地政策 这块地港不港地 那块地港不港地 大家就要估计 这些政策就不是最理想的政策 因为容易令到市场信息混乱 就不符合着我们一个透明市场的精神 第二 港人港地 现在中港矛盾越来越激 整天拖劫走来走去 你现在特区政府还要大挪大高 香港人专用香港地 说不通 随时一个不觉意拆枪走火 就令到那个矛盾就更加深化 更加恶化下去 也不是政府想的 所以政府也唯有肖肖地 就把港人港地这个字 就收回到柜桶底 最重要是什么呢 最重要就是 难道很大声说吗 很大声说 哇 现在不用港人港地政策了 大家放心 卖楼吧 一个不觉意 稳定了的楼市 又会因为这样捕上去 那就偷鸡不了蝎渣米 所以港人港地政策 真的要朝朝各自才行 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